战身基地 1951年1月8号 彭德怀下达停止追击的命令 在大盛的情况下却停止进攻 这令北朝鲜领导人金日成 及当时的苏联驻朝鲜大使 都无法理解 他们主张继续追击 一直打到釜山 把联合国军赶下海去 面对彭德怀的决定 苏联驻朝鲜大使拉索耶夫质问道 哪有打了胜仗却不追击敌人的 哪有这样的司令 那么彭德怀为什么会决定 停止追击呢 停止追击是恰恰就是李其威 所预料的这个原因 就是他分析的原因 两弹没办法 上不去 因为当时一下 你这个战相一下拉长了 原来你在那个二十战役 你这个运输线短嘛 离国内也很近嘛 现在运输线一下 从不到一百公里 一百公里左右 一下拉到四百公里左右 一下就问题就来了 人家空中优势啊 炸你啊 你补给上不来 两个弹上不来 这个又简缘又大 你这打不动了 主要是打不动了 虽然联合国军 被迫退至三七线附近 但此时的李其威 并没有因失败而丧失信心 他在回忆录中写道 汉江南岸 武器装备完好无损的 第八集团军 有了回旋的余地 他们占据了坚固的防御阵地 下辖的三个军中的两个军 以及两个韩军 依托地形 驻守着一道防线 不久 第十军便可加入战斗 美第一路战师和第二第三第七师 也将全副武装地重返前线 随时准备对任何想要继续前进的敌人 急于延长 在李其威着手恢复美第八集团军斗志的同时 他开始思索这样的问题 中国军队的进攻有什么规律 其作战有什么弱点 很快他便有了一个重大发现 他仔细地分析 发觉中国人民军军在战场上 只能够有七天的攻势 就是说他的后勤供应太差了 回身只能背着七天的干量和七天的弹药 用完了以后 就是原地准备等待这个补给 没法再打了 所以他发现了我们后勤的缺陷以后 就在战役之初就一直是往后退 那么你追吧 我就往后退 那么进行少量的骚扰 之后等你没有弹药了 没有干量了以后 那么他在一个雌性战术 那么就往后再打 发现志愿军进攻规律和弱点的李其威 开始悄悄部署部队 准备出众权 1月25日 联合国军在游西巷峰沿线 展开23万余人的部队 发动了全线反扑 志愿军和北朝鲜今日成部队 随即停止修整 转入第四次战役 这是志愿军第一次大规模防御作战 此次反扑 美军主力集中于西线 重点在野木里至京阳场里 约30公里正面展开 沿京府国道向水源汉城方向实施突击 在联合国军主要进攻方向正面 约40公里位置上 执行防御任务的志愿军第50军 自然首当其冲 可是此时对第50军的战士们来说 最要紧的是 不是担心美军的权力反托 而是如何填饱肚子的问题 也许水源城 他那个当时情况 有很多情况 一个情况呢 他就是这个围吃的 将去抓点吃的 这是一个情况 第二个情况 就是摸不提琴 去抓妇虏 粮食用不上去 战士们没有办法 本来我们三大级的保安主义 但是你不能饿死 你饿死了 你饿死了不行了 到了南朝圈以后啊 那个老百姓的把刀子 苞米 苹果 还有那个板子 通通埋在地下 我们就去找 到地下去探 找出来就挖开吃 因为当时你还保存自己呀 水源 位于汉城市南44公里处 市南朝鲜的交通枢纽 又是一座历史悠久的文化古城 早在1月24日 敌武师军149师445团 三营八连九班 奉命进至水源城中侦查 结果发现 全城空无一人 城内仓库里堆满了 曾属于联合国军的军需品 志愿军战士们索性背了几桶 七八斤重的大罐头回来 团力之道后 通知各连队 准备四日派人进至水源城 扛粮食 没想到 25日天亮后 他们正准备下山 大批敌机突然凌空 一阵狂轰烂炸后 美军坦克引导步兵 对武师军前沿警戒阵地 发起了进攻 十七时 美军撤出战斗 进至水源城一带 而奉命外出搜罗粮食的 志愿军第五师军 149师445团三营八连 刚返回阵地 就接到了一个紧急命令 隐蔽一会儿 完了这个上级 就是说是 让我们有新的任务 上水员 我也不知道上水员干啥 就是说 顶着飞机这个子弹呢 那扫射带啥的 我们就 晚上啊 反正他也看不太准 我们就走了 我们就走了 叶齐水源城十八勇士中 唯一舰载者王洪信 时任第五师军149师447团 三营八连一排排长 提起那场远在六十多年前的战斗 老人仍然记忆犹新 骄傲之情异于言表 往水源 奔水源这个大道走 大夫营长就传达命令 就是一个传一个往后传 排一上干部到前面开会 大夫营长就讲 说我们这次任务是抓舌头 了解敌情 市里有个侦察牌 还在左边山上养护我们 我们连往里头供 供进去好抓舌头 就这么 我们讲讲着的就找到敌人这个北门了 北门天都去黑啊 敌人枪响我们才知道 到了北门这时有卡门 志愿军被美军发现后 立即按制定好的协同计划行动 团侦察牌在水源城南门外实施阳攻 把敌人的注意力吸引过去 戴乳吉率巴连为突击分队 由北门插入水源城 施侦察连为掩护分队 在北门城外占领水源城东北侧 移处高地 负责掩护和接应巴连 在水源城北门外 巴连遇见了美军第一道哨兵 志愿军完全暴露在了美军的火力之下 机枪手泥玉成正要开枪 却被戴乳吉按住 情况危急 容不得戴乳吉有任何犹豫 他马上命令战士们 抓紧时间往里冲 当他们冲到距城墙约50米处 又被城墙上的哨兵发现 戴乳吉果断下令转入强攻 可是他们刚进到北门 一辆坦克出现在他们面前 挡住了他们的驱动 敌人坦克往这边射击 我就爬在沟里头了 晚上射击 那就是火线 除了那个子弹 搜搜地搁头了 就走过去 我们也往他那里 还击打枪 这时候我就瞅着 有一个同志 咱们同志部谁 非常勇敢 他就爬在坦克顶上去 他在台湾里头 他想要截开那个盖 往里扔手榴弹炸坦克 就在这时候 他盖还没能截开 我就瞅着 我正对坦克瞅着 这坦克就这么一劝的 风下去跑了 他可能也怕不炸他 一跑就被他掉下来了 这一劝的 见美军坦克跑掉 副营长戴汝吉 立即爬起来 一边招手 一边命战士们 跟随他追坦克 他们进到水源城内 冲到一处十字路口时 发现一座四周 被树丛和铁丝网 围绕着的一处楼房 楼内灯火通明 人声嘈杂 院子里停着 七辆吉普车 正在发动 戴汝吉判断 这可能是敌军的指挥机关 立即布置了作战任务 他命令王洪信 将电话线用刀砍断 又命令机枪班 将房子的入口都堵住 一阵密集的射击 并投掷出几枚手榴弹后 王洪信等人冲进院内 院内的美军 被志愿军打了个措手不及 很多美军的士兵惊慌失措 有的逃进楼房里 有的就是钻到了吉普车下 这个呢 是直流在那趴着 手勾着勾板机在车底下 他这吉普车 那门子都没关 都是那厂房 每次吉普 我搁旁边 拿着一个剑布穿上去 他在底下趴着 我就用冲锋枪打他几枪 这一打他就滚出来了 打滚出来了 一边滚着一边说 我朝起萨拉密 朝起萨拉密 他一说我就急忙就跳下去了 一把被他这个卡片枪断下来 躲下来 他这个说我是朝鲜人 我说朝鲜 中国萨拉密 朝鲜萨拉密卡钛 就是中国人 朝鲜人一样 就卡钛 完了我说快走 就是帮他卡架 我就被他让他 带着副营长那去 副营长戴汝吉经过简单审讯 得知这名俘虏是美军的朝鲜语翻译 此时得出空来的戴汝吉 清点了一下人数 才发现跟着他进到城里的 只有九人 戴汝吉马上吩咐王鸿信 回去联络一下 看看后续分队还没上来的原因 王鸿信原路折返 才发现北门已被美军把守 原来在戴汝吉等人 从北门冲进城内后 美军猛烈的火力 将突击分队的主力压在了城内 孤军奋战 而且深入敌营 自身安全都堪忧 又如何能打败对手呢 就在戴汝吉苦恼的时候 北门方向突然出现几个黑影 向其方向移动 戴汝吉随即吹响了 随身携带的牛角喇叭 一分清敌我 那就是一场两短的 或者怎么联系 刚才一冲锋的时候 就是想就是了 我先冲了 就是那么想法 咱们那时候电话了 什么的也没有啥 就搞这个图办法来联系后想 现在还有那个 现在就有电话就行了 现在电话还不用线 那时候电话还得先扯线 戴汝吉吹响喇叭后 对方随即回了一长一短小喇叭声 确认了对方是自己人 戴汝吉这才放了心 来人正是二排的吴亮 原来当戴汝吉带着先头起名战士 冲进北门时 二排还没来得及跟进 就被敌人的火力 压在了公路旁边的水沟里 在八连副连长柴华清 组织的火力掩护下 吴亮等八人 越身而起 翻过城墙 冲进了城内 与戴富营长会合后 水源城内志愿军兵力 增至到十八人 这十八名勇士 以手榴弹 冲锋枪 轻击枪向楼内一阵猛打 美军几次往外冲 都被志愿军打了回去 在借口 几度增援的美军 也被打了回去 战斗激烈之时 王洪信与吴亮冲进了楼内 一间一间地搜索着美军 我们俩就一个门一个门地 打枪 先打枪 后来往里看 就走在一个屋子里头 正好 我们这一打枪 开个门 他照射电筒一照 我一看 在桌底爬着一个 也是 勾着勾板机 是眼睛冲地 手勾着勾板机 我一看 我绕过他枪口 我到前面 就被他枪躲下来 躲下来 我说 用文化教员教给他们喊话 喊进去 我说 哈喽 你好 我跟他招下来 他呢 我就被他拽下来 尽管王洪信的英语喊话走样的厉害 但是仍然起到了作用 他与无量两人将俘虏带给戴鲁吉审讯 借着灯光 戴鲁吉看到俘虏的秀标上是美军宪兵的标志 他不禁兴奋地喊道 同志们 我们抓到敌人宪兵了 这是敌人的指挥所 志愿军战士们听到戴鲁吉的喊话后 纷纷冲进了楼内 顷刻间 爆炸声喊杀声响撤楼内外 仅仅两个小时 戴鲁吉一行18人 就把美军指挥所搅得天翻地覆 把美军的宪兵牌 全部歼灭 夜席分队压着俘虏 翻过城墙 进入成片的稻田地 成功冲出水源城 可他们仍然不敢放松警惕 因为他们知道 沿路可能有美军的部队 大家小心翼翼地行进着 突然 一名俘虏趁乱拔腿就跑 志愿军机枪手迅速开火 这一枪虽然将俘虏打死 却暴露了自己的行踪 惊动了正在右侧山头 挖攻势的美军 无量吹响小喇叭 前兵组迅速成战斗队形散开 向右边的山头冲了上去 而当时的王红信欲敌之后 立刻压着俘虏趴下 不服着前进 到第二个山那个包的时候 到第二个山台那里 这火力感觉是更猛 往我们打 打我们就扑扑 我引着往前走 看这个三百掌 就不包括组那三百掌 他就说 我不行了 就说这么一句话 他打哪儿了不知道 他知道他不行了 看这时候我一看我 是胳膊也负伤了 绣筒子和大衣啊 和都是血 王红信忍受着伤痛 带着俘虏又爬过一个山脚 当他回头看时才发现 夜席分队被打散了 此时茫茫的夜色中 只有王红信与俘虏两个人 而王红信手臂上的伤口 还在流着血 虽然他们每人都有一个急救包 但是王红信一只手臂受伤 无法给自己包扎 正着急怎么办时 吴亮出现 原来吴亮带着机枪组 接连攻上两座山头后 听到了副营长戴鲁吉的 牛角喇叭声 他见好就收 迅速与敌人脱离接触 赶来与王红信会合 可是吴亮在水源城内战斗时 胳膊就受了伤 也无法给王红信进行包扎 救救救包就是撒住了 不让血管往往出藏 我给吴亮吴亮 他说我这一只胳膊包不了 就比方这俯罗 给这个救救救包给俯罗了 他拿枪一比方 让他胳膊跟上边 给时间勒住了 也没脱衣服 也不能脱衣服 里面都是血都拧着 就是时间砸一下 血管他不是就不往前流了 王红信及吴亮 与夜席分队集合之后 又接连翻过几座山梁 坐下来休息时 服营长戴鲁吉清点了人数 先前进至水源城内的18人 只剩下了12人 至此 水源城内的美军才如梦出行 组织炮群朝着北门方向乱轰一气 半个多小时后 夜席分队带着一名俘虏 成功回到自己的营地 志愿军中很快安排了 对美军俘虏的审讯 时任第447团副政委兼政治部主任 吕品济 那名美军俘虏年仅19岁 是美帝25师的士兵 刚受领任务 而他们此次的任务 就是要收复汉城 年纪比较轻 反正是他也很害怕 我们也通过 也通过繁衍 也通过繁衍 也通过他 交代了我们的 这个俘虏政策 让他 稳定他的情绪 以后就问他是哪个部队的 他们进入水源城以后 如果你们的任务是什么 他就讲了 进入水源以后 还要继续 要向汉城前进 册 编个册子嘛 里边这个叶级水源城 也是里边一个很重要的 很重要的情节 心情很感觉很了不起 就是咱们 另外咱们部队打那么远 咱们先投部队 五十年那个时候 打到水源是最远的地方 最远的一个城市 是吧 而且咱们这个四八永世 能够在那个环境之下 能够投入这个水源 都这些非常敬备 这种感觉 非常敬备 很了不起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